如果你觉得眼前的这个 你看看有多少 我跟他们开个玩笑 我是不是很坏 哎呀妈呀真壮观 你这就是跑步你知道吧 在海边跑累呀 但是在海边跑再累也得跑 是不是 哎停下来跟大家说吧 哎呀妈呀 累死我了 哈喽诸位老铁 我今天呢又来海边断练身体了 我为啥来这呢 主要是因为啊 最近这不是减肥吗 是吧 所以说跑到我们这边附近的一个海滩 这海滩人很少啊 然后完事了 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是啥呢 就是说他能开车上来了 我这一边给大家汇报一下最近减肥的成果 一边上车啊 开着车在这海滩上兜一圈 这样看我是不是还瘦挺多的是吧 哈哈哈哈 我现在在车上啊 然后跟大家汇报一下 你知道吧 这个所谓的啊 啊 这个减肥啊 我这三周半 差不多一共减了多少啊 由于这个海滩 能开车上去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呢 然后就 开车上去 然后看看啊 是什么情况 掏了二十块钱 然后能把车 开到这个沙滩上啊 一共三周半的时间吧 一共减了多少呢 一共大概减了三十四磅 三十五磅左右 然后如果折换成筋啊 这三周半大概 减了有 我算算啊 折换成筋的话 差不多也就是 三十斤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吧 整个的这个 现在肠胃功能在恢复啊 因为我估计啊 就第一个月这么快 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快 一个月掉个十几磅 我估计也就是这样了 因为 我能明显感觉到 就是 就是第三个星期 它的那个掉磅 所以在减 随着你成为功能恢复 虽然说你胃容大不了多少东西 你也稍微能吃能喝 能消化一些了 而且啊 第一个月 一般来说减肺都快啊 目前为止呢 我是感觉 反正是 还行啊 因为我这现在还没上运动呢 因为目前为止 在这个 佛罗里达啊 这个我这太热啊 再加上我这个刀口 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说每天呢 就只能啊 是吧 就搞这些东西 就在这儿 慢慢的呀 走路啊 或者来海边啊 上散步啊 做做节目呀 基本上啊 就只能干 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还是比较悲惨的啊 我知道很多人想问啊 这有没有饥饿的感觉 其实饥饿的感觉呢 是有的 也没有那么强烈 大量的时候你不会有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 就是你还是会觉得 就是很饿很饿的那种感觉 就是嘴特别馋吧 然后觉得就是 嗯 反正是你觉得你的大脑传递给你的信号是 你能吃三碗饭 然后实际上是你吃小半碗也饱了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没有过去那么难熬了啊 总体来说 还是觉得啊 挺有意思的 可能挺多朋友会问啊 你说你这怎么开车跑沙滩样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这佛里达嘛 大家知道 就是靠海岸线吃饭的 所以说在临大西洋的这一侧呢 有一些海滩啊 是可以开车上来的啊 住在佛里达的小伙伴 应该知道我在哪个海滩 基本上在奥兰多附近不远处吧 开一个小时啊 就能到 这还挺近的 反正是一般我无聊的时候吧 就会过来 但这种海滩也贵 你说就是你光来海滩玩吧 反正它不要票 就佛里达的海滩没有收钱的 但是呢 有一种东西是要收钱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把车开上来 如果是你把车要在这停一天 开一天的话 那就差不多是 二十块钱一张票 如果你要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你要是开一年啊 就是这种全年的 差不多是一百 但是好像这个是只对于 佛罗里达本地的驾照啊 本地的居民是这个样子 好像对于其他人应该 不是这个样子 我要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么一种情况 而且只能以时脉的速度啊 就是16公里的超低的 这种蜗牛的速度在这爬 现在啊 我除了喝肉汤以外 我还能稍微稍微吃一点点 蓬化式皮面包 就但吃别的还是养头 吃多的还是养头 就是因为肠胃就是消化不了嘛 然后消化不了的量多 然后就特别难受 然后整个的这个肠胃呢 就怎么说呢 就是你也接受不了很大块的那种肉 反正我现在不吃肉 一般要吃的话就是鱼肉吧 鱼肉吃的比较多 目前为止是 只能吃三文鱼跟吞拿鱼啊 同学们 所以说现在非常难受 不会跑到这个佛州的这些海滩上 然后没事就一个人往那里躺 然后思考一下啊 其实也不思考啥 就是偷懒人说白了 然后刮着风 我觉得很爽很舒服 因为现在还没有到那种 热的不行的那种季节啊 现在白天最高温度有时候也就是三十度 有的时候二十七八度 二十六七度 有的时候二十四五度 对吧 然后最低温度呢 有时候可能十几度 所以说还是蛮惬意的 因为这个海滩 由于比较硬嘛 也没什么沙子 那很多人在这骑车呀 跑步啊 健身啊 这种 还是蛮多的啊 这个景色还是不错的是吧 这种海滩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其实 我当时去墨西哥的时候我就在想了 其实墨西哥的海滩 不比这儿差 对吧 可惜墨西哥没有建这么多 什么呀 就度假村啊 你看我左边 左手边这都是度假村 写的楼很少 有时候在想 你说这个 为什么 我依然能感觉到饿 但是把胃的多余的部分 切掉以后呢 我饿是能忍受的 就是我饿我嘴馋但我不难受 也有那种难受的感觉 但是不吃也就不吃了 但是以前我就忍不住 你知道吧 就看到一个东西就想咬 看到一个东西就想吃 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然后有时候可怜我家猫 我都想上去 照猫咬一口 就饿了 有意思啊 但是佛州的海滩啊 不要乱来啊 诸位 佛州海滩是鲨鱼攻击最多的海滩之一啊 所以说诸位如果要是不想找事情的话 不想搞事情的话 还是少来整个的佛州的海滩 给人的感觉啊 还是很空旷 因为今天呢 是周中吧 今天周中 所以说我来这儿 基本上就是顺着这个 没人的时候来的 顺便跟大家交代一下减肥的心得啊 确实是现在 你看我这个瘦了这个30斤以后 是吧 确实是 其实我暂时 由于刀口还没有完全恢复啊 再加上长期的吃晚饭 我暂时还没觉得有啥太大的变化 因为我这个衣服啊 已经是很大了 因为我这个衣服是以前的那衣服 所以说撑着很大 但脱了衣服 实际上那肉确实下去很多 很有趣 很有趣 等会儿啊 找个地方 然后把车呢 然后给停了这儿 停了这儿以后呢 然后顺便的 给大家看看海啊 在这儿思考一下人生啊 什么的 是吧 由于佛州的这个防疫令取消了啊 现在我也懒得出门戴口罩了 可能奥米克戎也没啥危害了 我这个打了三针了 不戴口罩了 现在美国每天感染的人也不多了 几千例吧 有时候能有个一两万例 比峰值那一两百万例啊 已经下降了不少了 我看那海滩上已经没啥人戴口罩了啊 目前为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顺便在这儿活动一下 走一走 你知道吧 生命在于运动 大家想看什么叫原味的海滩吗 这就是原味的海滩 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原生菜的佛罗里达气候啊 佛罗里达的动物气息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觉得眼前的这个 你看看有多少 我跟他们开个玩笑 我是不是很坏 哎呀妈呀 真壮观 太壮观了 今天我来喝碗海鲜汤 不能吃太多啊 回头来这儿坐一起吃锅 大家看这个饭店多有意思 它直接就在海上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呢 是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战桥呢 哈哈哈哈 有意思 有意思 它直接在海上吃走 你看到没 它的这个侧面 吃饭的地方 直接是在海面上 哇 这地方 真是别有一番风景 得了 我今儿就在这儿吃了 风景相当不错啊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